大家好 我是NPA的特派員 益慈 由於最近詐騙手法日新月異 越來越多種 所以我們今天特地來到中信兄弟的主場 我們想要來訪問這些身手敏捷的棒球員 看看他們對詐騙的警覺性高不高 跟我走 教練你好 那你有沒有聽過什麼讓你印象比較深刻的詐騙手法 之前我在日本的時候 我媽媽也會接到啦 對 她就說你的兒子在我手上 對 所以要要匯錢 可能老人家他會比較緊張一點 對 所以你媽媽就有相信就對了 我媽是沒有相信啦 沒有相信 對 但是聽她的朋友是有幾位是有被詐騙的 你有這種方法嗎 對 因為我之前剛回來的時候嘛 最近好像很少耶 對 因為那版本我套的 對 對 因為現在就是比較高招一點 喔 真的 有沒有 還是還沒發現自己被騙 應該沒有 還是已經被騙了 我有警察 喔 是喔 是是是 不然我會被 不然我穿這個會被抓到 我們習慣看到警察都要先逃 好 當時我太怕其樂 那你自己有被詐騙過還是 就是這個方式 其實通常都是我在騙人 很少我被騙 拔圓的嘴 騙圓的鬼 請問我嗎 我來自國的 我來自國的 是有任何判斷的 在你的國家嗎 有很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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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曾經有一個判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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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說我去了一個地方 一個很遠的地方 然後他們判斷我 我曾經有很多資訊 和資訊 然後你 我現在害怕我做的 我永遠做的 看新聞然後看過嘛 就是可能都是那種阿公阿嬤沒騙 會錢給誰啊那種 堅持要匯款 對 堅持要匯款那種 自己是沒有遇到這種電話 有時候想說 遇到可以等他聊一下 你都沒有接到嗎 沒有我沒有接過 詐騙的電話 真的假的 詐騙集團認證的邊緣人 那你有沒有收過投資簡訊 喔有 我有收過 那你有點過任何什麼連結嗎 沒有 他都是打電話來 然後說什麼要 投資什麼什麼 然後一定會大漲 我想說 這麼好賺 為什麼你不賺 你就說我賺的筆記比這個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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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沉默喜聽 你身邊的朋友有被詐騙成功的嗎 我記得是沒有 對啊 沒有沒有 是啊不是 那有沒有什麼感情詐騙啊 這種也沒有 對啊 大家都很機靈 大家很幸運 好敷衍 就可能是說 我的錢被盜領了 然後傳簡訊跟我說 要去銀行確定這樣 那你有去過嗎 當然是沒有 很怕 呼啊 教練知不知道補發現金6000塊 這件事 我知道 但是我一直發送不出去啊 順便看我問你 好 我等一下教你怎麼操作 包在我身上 我登記啊 我是第一個 我是第一個 手腳很快 剛剛那個教練說 他不知道怎麼登記 你再教他一下 因為他說他也是第一個 就是你的小型教練 他偏老啊 所以沒關係 原諒他 好 報告教練就是他 好 那我問你喔 政府補發現金 會不會用簡訊 或是電子郵件通知 大家呢 不會啊 要頂著 不會 不會啊 會吧 我可能不會先點 但是我會看一下這個通知 就算點進去也會稍微看一下 反正是 對 原來是這樣喔 政府絕對不會寄任何點 然後 你有用那個連結 你也千萬不要點喔 喔 點進去就會有風險是不是 這支可能就外洩了 對 沒錯 所以 我們政府絕對不會 用簡訊或是電子郵件通知你 你通常就是正確唯一 正當管的就是你自己上網登記 或者是去郵局啊 登記哪個健保卡 是頂的 那我們要去哪裡知道 我們會去哪裡知道 就是現在我要來告訴你的 這一個 有關這個小測驗 OK 你知道下列哪一個啊 是全民共享普發現金的官方網站嗎 1 2 3 4 我猜 這個 這個吧 哇 真的不知道耶 這個嗎 不是 不是 再給你一次機會 這個 不是 想一想 欸 正確解答 就是第二個 我們要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 這個是英文字母O 所以這不是 一定要注意 這是0 然後我們官方也是 Gov.tv 不會有.com .com 長輩啊年長者 他們可能會搞混 林跟歐爾沙別 我眼睛有一點老化 所以看不太清楚 太陽太大 太陽太大 你曾經就是到日本 就是打球過嘛 有國外的投手 你知道最近就是有一些年輕人啊 被一些國外那個打工的 柬埔寨嗎 對 你也知道這個嗎 那你有沒有什麼就是 想法要分享給這些年輕人 就 我覺得不要貪一死的快錢啊 因為我覺得人還是腳踏實地一點 你做多少事就會回饋多少給你嗎 你反而去做一些很輕鬆的事情 然後可以賺很多錢 我覺得那個都不太 這個不太可能 要不然大家都去做那個 大家都會很有錢喔 對啊 因為你去日本打球可以很辛苦 去哪裡打球都很辛苦 都很辛苦 你也要了解你自己 過去的工作是什麼 就要知道自己的東西在哪 對對對 通常出國去工作 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要慎選 假的 台灣的安全性 我喜歡 坦白說 你可以走過來 跟你的家庭 很安全 我沒有認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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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我認為是很安全 坦白說 最後 就請這些球員來分享幾招 防詐騙的武功七法吧 不發現金六不原則 政府不會寄簡訊 Email通知 不會電話要求操作 ATM 不點擊 不填書 不會款 不轉傳 加LINE投資風險高 投資廣告誤親信 小心你的財產 就像變了新的女朋友 回不來啦 你以為的紅中好球 可能只是詐騙集團 投出的幼兒 遇到可疑的電話 簡訊 或電子郵件時 記得撥打165查證 字幕作為主要